自卫枪支管理条例施行细则 被缴织照片6章 以3章粘贴申请书 1章粘贴自卫枪支执照 2章粘贴自卫枪支管理卡片 其中1章送直辖市 县市警察机关 1章留存查验机关 第4条 附件档案本条例第6条规定之申请书 登记册及临时查验证 其事样如副表 1-3 自卫枪支烙印事样如副图 4-自卫枪支执照式样如图 5-填发时应加盖查验机关之刚印于执照面下端内液贴相片处 第5条 本条例所称享有外交地位之外国人 包括派驻中华民国境内之外国政府机构人员 本条例第8条规定居住中华民国境内之外国人 及享有外交地位之外国人 其持有自卫枪支支数量 应受本条例第6条规定之限制 第6条 附件档案机关团体 以本条例第9条规定请领自卫枪支执照应具备之申请书 枪支经例表及员工名册 其事样如副表 1-6-7 第7条 机关团体经核准制备之自卫枪支以由本机关团体所在地点依法使用为限 使用人并需持有该机关团体之证件 第8条 附件档案自卫枪支执照使用限其借满换领新照 应缴消员执照 填据换领自卫枪支执照申请书 其事样如副表 1-居住中华民国境内之外国人 包括享有外交地位之外国人 如因居留之原因消灭而出境时 应将其所持自卫枪支及所领枪支执照交由出境连检机构查验 经查验无额后 枪支发还 将原执照收回转送原发照机关注销 第9条 在华享有外交地位之外国人 持有自卫枪支管理条例 第2条所列枪支以外之枪炮弹药与未经核准给兆之超额自卫枪支等 应由所属时领馆或外国政府机构妥为收藏 未经主管机关核准不得转卖或赠予 并监督出口 第10条 附件档案本条例 第15条 锁定自卫枪支弹药清测 及第17条 第1项第9款 第15条